这个男人捡到一个神奇宝贝 打开上面的机关 他开始转动起来 突然伸出几只锋利的触角 男人还没意识到 危险慢慢靠近 突然触角扣住了手掌 甩都甩不掉 古代有个铸造师 为了长生不老 制造出了魔鬼银罩 它里面有层活万年甲虫 只要它吸血就可以永保熔岩 四百年后 铸造师意外死亡 魔鬼银罩也没了下落 有个男人逛了网店 买入了一个铜像 缺了只右眼 不差钱 所以他没放心上 直到铜像里爬出了几只小墙 他拆开一看才发现 底座里藏着一个荷包 里面装着这个玩意 绝对不简单 果然 几天后就有个人到店里 出高架买了雕像 男人清理了魔鬼银罩 随后放在手中 他开始转动起来 突然伸出几只锋利的触角 男人还没意识到 危险慢慢靠近 突然触角扣住了手掌 甩都甩不掉 男人强忍着剧烈疼痛 拔了出来 决定再也不碰着诡异的东西 就在晚上 他感度饥渴难耐 大喝了一缸水之后 又盯上了血淋淋的大坨牛肉 强忍着不吃的冲动 又觉得浑身发热 伤口也臊痒的厉害 男人终于忍不住了 再次拿出神奇宝贝 让他刺破手背 男人咬牙切齿 同时带给他 前所未有的快感 第二天 男人发现自己烦恼还童了 皮肤紧致精力充沛 这肯定和那个宝贝有关 买走雕像的人发现里面没东西了 于是派人给拆了股玩电 留下一张信卡 让男人交出东西 照他的事个病入膏肓的老头 老人找遍世界各地 就找到一本残缺的笔记 最新消息是 他藏在一个雕像里 男人愣了一下 说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此事 但老人看到男人手上的纱布 就知道他已经使用过了 当场怒斥着男人 让手下把他赶出去 但男人刚走 老人就发现盒子里装的没有魔鬼爪 而此时男人跑回家 却发现魔鬼爪不见了 除了他就只有小女孩见过 他慌慌张张地跑到楼下 果然找到了小女孩 大家定决心保证 再也不使用她了 小女孩才愿意还给他 可烦恼还童又货太大了 男人又偷偷用了一次 而这一次有了更神奇的变化 露出来的是像浇水一样 脸乎乎的 伤口也很快就能愈合 男人心里有些不解 但也没有想太多 舞会上激情蓬发的男人 跟妻子重获旧情 当场秀起了恩 突然他站了起来 直勾勾盯着对面 客人流的鼻血 心里有股莫名的冲动 他借口去拿饮料 然后跟了上去 等客人进了洗手间 他马上蹲到洗手台前 对着客人的鲜血流口水 这是魔鬼营找的副作用 会让使用者变得失血 客人出来后 发现了自己流下的血迹 于是直接就清理干净了 男人看到心痛不移 却不敢阻止 很快 他又发现了血液 在确认旁边没人后 直接就趴往地上舔了过去 这个时候一个人走了过来 男人来认出了 他是老人的下属 下属被他说出 魔鬼营找的下落 男人不愿告诉他 下好属下受够了老人的压迫 于是动起了杀人的念头 我一回 直接把老人塞进了车里 然后把车开到悬崖边 直接退了下去 再找了个酒瓶扔下去 故意伪装成酒后架势 属下回去浇了茶 但是老人却狠狠地毒打了他一顿 老人生气 不是因为他没能完成任务 而是魔鬼营长 有着烦恼还童的功效 只要人还有着心脏 使用他的人就能复活 就在此时男人的尸首 也被打捞上来 入猎师处理了伤口 然后就举行追导会 这时老人手下偷偷混进来 趁机捏了男人的鼻子 确定他还有没有呼吸 为保安无一事 手下来到了火化间 惊眼看着熊熊大火 这才放心 他还不知道的是 其实男人在入火炉前 已经偷偷地逃了出来 外面天气太冷 他跑到垃圾桶里 照了剑毛坛保暖 记着又翻到自己死讯的报纸 他想打电话给妻子 告诉妻子真相 可妻子以为是骚扰电话 直接就被挂了 男人气得把火都撒在电话上 可是他又无处可去 还是要回家去 小女孩通过电话 一下就听出了男人的声音 就一直在家里等着 老人回家了 他急忙地打开门 送给男人毛坛 一点不惧怕男人丑陋的容貌 可是到了现在 男人还是离开不掉 魔鬼引找的诱惑 甚至直接把他包扎在手上 这样就可以享受 带来的快感了 但长期用他也会带给身体 更加严重的副作用 他害怕 躲进小女孩的玩具箱里 等到夜晚才赶出来 而妻子此时就在楼下 他却不敢出来向人 这样的生活太痛苦了 男人此时想去老人家里 把魔鬼引找的笔记偷出来 找到解决方法 小女孩不放心 别紧紧地跟了去 俩人一起溜进老人的卧室 很顺利就找到了笔记 可偏偏最重要的一页没了 原来老人早有准备 他知道男人没有死 所以把那一销毁了 男人很崩溃 腐烂的皮肤下面 是惨白的新皮肤 这是要获得永生的征兆 男人冷了 他自己不想变成 吸血的怪物 老人给他提出条件 说可以给他 提供男人的所需 但要得到魔鬼引找 男人瞬间同意了 他拿出了魔鬼引找 可没缓过神来 老人变了挂 一刀就给他捅了进来 接着把男人按在地上 利用刀对着心脏 老人的伤口滴出了血 男人没忍住 在现场救过了一把蛇影 接着老人手下进来了 才慌忙跑了起来 这个手下其实早就想 取代老人的位置了 看他奄奄一息 也就不活了 那干脆送他一城吧 紧接着追上男人 想一起杀了灭口 男人身上有伤 也跑不了太远 他逃到高屋顶的台上 就停了下来 让小女孩自己爬了下去 等手下赶过来的时候 小女孩也已经安全 男人毫不犹豫地 抱着手下一起 坠下高台 跟他运食俱分了 小女孩不忍心 看男人死去 拿出魔鬼银掌 放到他的胸口上 很快男人就复活了 身上的皮肤脱落了起来 他有离反老还童更进一步 同时也对鲜血更加渴望了 看到小女孩受伤的小手 正不停地流血 男人靠了进去 小女孩没躲开他 而是轻轻地叫了他一声 这一声彻底唤醒了男人 就算要活下去 他也是个累赘 他只会给身边的人带来伤害 这样又有什么意义 而老人一死 再也没人知道解救方法 现在就剩下一种方法了 就是终结这一切 魔鬼银掌感应到男人的想法 想控制他 但这一次他失败了 这吞噬人形的力量 最终败给了男人的良知 影片到最后 男人恢复了不老的状态 在亲人的陪伴下 重获了灵魂的救赎与安息 相比于虚无缥缈的永生之梦 温暖与爱才是人生最终归宿